嗨 欢迎来到Flo with Katie 凯蒂瑜伽 今天是久违的坐着伸展系列 那很多朋友就是有私讯给我啊 然后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坐着伸展 那因为就是感觉比较没有压力 随时都可以想说 好 今天就开始吧 因为不用站起来 好 那一样可以达到一个开胸开肩 然后让你的腿有伸展到的一个效果 那准备好你的瑜伽垫就开始今天练习咯 好 我们首先坐在垫子中间 把脚往前延伸 左右动一动你的双腿 抖一抖脚 好 感觉一下你的大小腿放松 好 如果你直腿坐在地板上的话 发现就是你的狗背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试试弯一点膝盖 然后把你的屁股肉移出来 坐在座骨上 好 我们从这边吸气 把手往上延伸 好 吐气先在一个轻松的前弯里面 然后把你的头跟肩膀 还有脖子后侧都放松 好 然后停留在这里的时候 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 好 我们深吸到后背 吐气的时候观察一下现在哪一个地方最紧 好 虽然我们弯着膝盖 没有到你最极限的位置 但可能你的腿后侧 下背 然后或者是感觉肩膀 或者是脊椎某一节 好 我们试着把你的呼吸送到那个位置去 好 我们最后三个深吸深吐 两个呼吸 好 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 头轻轻抬 吐气吐光 慢慢带起身 好 我们现在把右脚踩在你的左大腿内侧 右边的坐骨往后移动一小步 好 我们吸气 手往上 好 吐气的时候试着套到脚底板 然后如果套不到的话 一样我们先弯曲膝盖 好 然后把背拉长延伸以后 轻轻把你的脚跟顺着吐气往前滑出去 好 到你觉得可以接受的位置停住 觉得还能够加深的人再往前踢更多 上半身往下沉 好 脚指头勾往自己 脚球往前推 好 脚球在大拇指下方这块硬的骨头上 这是脚球 我们最后三个深吸深吐 两个呼吸 再一个呼吸 好 慢慢带起身 好 我们现在把右脚踩在你的左大腿外侧 前脚保持勾 右手点地 左手抽高往上 扭转到右边 吐气推 大拇指到你的心正中央 好 我们现在把你的下背推高 肚子收紧好 肚子收紧好 然后还可以得人试试看手合掌在胸前 然后我们尽量把大拇指推到你的心正中央来 感觉核心跟下背处理 把你的上半身再长高 好 保持呼吸 再三个深吸深吐 好 还有空间的人一样可以再把身体再往后转多一点 二 再一个呼吸 好 慢慢回正 好 我们现在把右脚横跨在左大腿上 好 手点在后方把左脚踩起来 好 然后觉得还可以得人把你的胸往小腿靠近 应该会觉得右宽跟臀部外侧内侧有点紧 好 然后如果觉得还轻松的话 胸再往小腿贴 或者试着把你的手往前扶到你的脚 好 然后可以的话塞在你的脚底板下停留 好 如果你的右手从上方绕过你的腿有困难的话 你也可以穿过脚中间的洞 好 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舒服的位置 停在这里 好 主要会感觉到你的右边的腿部跟宽 好 保持呼吸 最后三个深吸深吐 再二 好 我们再一个呼吸 好 轻轻解开 好 来 我们现在左脚横跨来到双哥室 好 如果你的臀部在这边会有一边飞起来的话 你可以先试着调整坐骨 那如果两边的坐骨还是没有办法调整到坐井地板的话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的脚一前一后放 打擦擦的感觉 好 然后如果没问题的人 我们就维持小腿上下重叠 手点在前方 吐气的时候轻松往下走 好 走到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地方停住 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拿你的砖垫在额头 好 或是如果你停比较高 你也可以垫在你的手肘底下 好 帮助你把肩膀跟脖子还有头顺着吐气再往下放松更多 好 那如果觉得轻松的人就一路往前爬 好 维持坐骨往地板抓跟抓紧 那我们额头贴地放松 好 现在应该会是右边的臀部跟宽比较紧 因为右脚现在在上 但如果你两边都很酸的人 可能两边都会有感觉是正常的 好 我们试着放慢呼吸 加长加深 最后四 三 二 再一个呼吸 慢慢推起身 好 我们现在脚松开 左右动一动放松 抖一抖脚 好 然后准备换一边 我们让左脚弯曲 踩在右大腿内侧 好 左边坐骨往后移动一小步 那我们吸气 手往上 好 把身体转往右脚式的套到脚底板 好 也需要人一样从弯曲 膝盖肚子贴大腿开始 那还可以加深的人就慢慢吐气 脚跟往前 上半层放松往下沉 好 我们试着感觉呼吸跟身体的动作连接起来 然后你可以留意你的呼吸方向 感觉现在哪个部位比较需要被照顾 多给他一点点呼吸 再三个深吸深吐 二 再一个呼吸 慢慢带起身 好 我们现在把左脚踩在右大腿外侧 前脚保持勾 好 左手点地 右手抽高 吐气扭转到左边 好 试着推伸到你可以的位子 好 那如果觉得还可以的人 我们把左手离开合掌 好 那如果你的左手一离开 你就发现你的下背会往下垮 整个人没有办法在扭转里面的话 你就左手维持在本来的地方 好 可以的人才合掌哦 那我们在停留的时候 试着把肚子跟背往中间集中 再试着加深扭转 我们再三个深吸深吐 二 再一个呼吸 好 慢慢回来 我们把左脚横跨在右大腿 然后把右脚踩起来 手点地 下背推高 让胸口慢慢靠近你的小腿 好 觉得可以的人 手再往前扶 好 到自己觉得舒服的位子 感觉一下你的左边宽跟臀部 我们再五个呼吸 我们再五个呼吸 四 四 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 慢慢解开以后 我们右脚横放 好 我们来到双歌式 调整一下两边的坐骨 然后手点在前方 吐气慢慢往前趴 好 让身体放松往下沉 好 有需要的话 一样可以拿砖垫额头 或是垫在你的手底下 好 观察一下 现在是不是可能左宽 或是左边的臀部下背的地方 比较紧 好 当然也有可能两边都很酸 那我们试着让你的坐骨 再往地板扎根更多 好 放掉你的上半身的重量 乘往地板 好 刚进入动作的时候 或许感觉身体比较紧绷 你的呼吸会稍微急促一点点 那你可以随着时间停留加长 把你的呼吸再拉长 放慢一些些 可以跟你的身体有更多的连结 最后三 二 好 我们再一个呼吸 轻轻推起身 好 我们把脚伸直 左右动一动 抖一抖放松 好 那我们现在把双脚踩宽 跟你的垫子一样大 然后臀部坐在你的垫子中间 好 那我们吐气的时候 把脚倒往右边地板 好 然后感觉一下 两腿分开之后 两只脚差不多在90度里面 好 那我们吐气的时候 慢慢把身体往后转 首先称地把背拉长 好 然后可以的话 让你的手肘往下放 小手臂贴地 好 然后如果你发现 你贴地之后就是一边 贴不下去的话 你可以试着把身体往左边走一点点 不见得要在正后方 好 那一开始可能背啊 腰的地方比较紧 那你就先停在一个舒服的位置停留 那随着吐气加深 然后感觉身体比较舒服一点点之后 我们再慢慢往中间移动 好 如果你明显感觉到 是下方的肚子有一块肉挤压住的话 你可以试着先把身体拉长 然后吐气的时候再慢慢往下放 有可能是手放得太近了 所以才会挤压感比较重 好 我们会在这边停留一段时间 大概两三分钟 好 那试着把自己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 好 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 但是随着你的呼吸 它会影响你的身体器官的一个按摩的感觉 好 所以你可以试着把助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 吸声吐声 好 如果你的下背想要更多一点点的伸展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脚在前后分开大一些些 好 那如果本来就已经很紧绷的话 停在刚刚的位置 好 我们最后五根深吸深土 好 我们最后五根深吸深土 好 我们最后五根深吸深土 好,现在这边会很习惯把你的头整个往下掉 那整个头往下掉的话 可能你的伸展感觉会不太一样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停留在一个高度里面 那如果你觉得头很重的话 你可以把砖垫在你的额头底下 好,然后一样维持现在的高度 这样你的腰背的伸展 还有脊椎附近肌肉的伸展感受会比较好 再三个呼吸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轻轻推起身 好,吐气轻轻转回到垫子前方 然后我们把脚并在一起 拱背收下巴 然后让额头轻轻碰在你的膝盖放松的背 好,如果碰不到膝盖的话没关系 保持背圆圆的就好 把胸跟肚子往后退放松 最后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同轻轻抬 好,我们脚再次踩宽跟垫子一样大 好,那如果刚觉得有需要的话记得拿砖哦 我们把脚倒向左边 好,两边的脚都往内勾 然后调整到两个90度 好,准备好以后 吐气慢慢往后 先拉长你的身体之后 再让手肘往下放 好,需要垫砖的朋友 大概你可以放在这个高度里面 然后或者是在二楼的高度里面也可以 好,然后一样感觉一下你的腰后背 好,感觉如何 然后不需要的话就是停在一样的高度 两边的肩膀一样高 好,在扭转动作我们换边的时候 你可以先一进入动作先观察一下 在刚刚我们做另外一侧 跟现在这一侧 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 它可能跟你日常使用身体的方式有关系 好,或许刚刚那边可能肩膀比较紧 它换到这一侧来以后 变成下背腰的地方比较紧 好,或者是有一边很舒服 有一边转起来很轻松 好,试个观察一下 好,停留时间长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跟自己多一点点的对话 好,停留水 好,停留水 好,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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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停留 好,停留 OK,停留 好,停留 好停留了一下子之后 如果有需要可以是把脚再撑开大一点点 然后或者是想要再更多人 可以往你的左边走多一点点 好让你的后背整个扭转加深 好加深以后你的呼吸可能又会变得稍微短促 那我们重新调整它 吸声吐声 最后四 三个呼吸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慢慢把自己推起身 好气吐光之后转回到前方 好让你的脚并在一起拱背手下巴 好额头碰完你的膝盖放松 再三个深吸深吐 两个呼吸 最后一个呼吸 头抬 好我们现在把双腿分开 我们等一下去分腿前弯里面停留 好那如果你的腿打开之后就会容易拱背的话 你可以先弯曲一点点膝盖把背拉长 好然后就停在这个姿势里面就好了 好不管你的腿是完全伸直或是有一点弯膝盖 其实我们等下往前趴以后 一样会觉得大腿内侧紧紧的 好我们先把你的坐骨坐在地板坐紧 好然后大家应该知道自己平常如果拱背的话 会坐到尾骨嘛 那我们现在坐在坐骨上 好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往前走 走到你可以的位置 好假设你今天只有到这个高度 或许你可以拿砖 垫在你的手肘底下 好那如果还可以再更下去一点点人 试着把你的砖 可能也可以垫在胸口 好或者是垫在你的额头底下放松 好选择一个你觉得刚刚好的地方支撑你的身体 然后我们吐气的时候再把自己往下放更多一些 好如果你的脚会内倒的话 可能没有拉伸到大腿内侧那么多 所以你可以把它稍微往外转 好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用手帮忙把你的大腿往外旋转 好然后保持你的脚趾尖跟膝盖都指向天花板 好我们在这边用五个身心身土 好感觉是两边的大腿内侧在酸 好我们停留在五个呼吸 好我们停留在五个呼吸 最后四 三 二 再一个呼吸 好我们气图光 慢慢把自己带起身 好然后你可以用手帮忙把你的膝盖弯曲回到中间 好然后我们现在左膝盖在下右膝盖在上 我们去到牛面脚稍微退一下臀部再坐回到地板 可能会比较能够坐稳 好我们在这边肚子收紧后就慢慢往前趴我们停留 好我们刚刚做了开宽 那我们最后做一个往内收的动作去平衡一下 好我们停留五 四 三 二 好我们再一个呼吸 慢慢推起身 那我们换一边 右脚下 左脚上 两边的坐骨坐紧 吐气慢慢往前趴 好我们在这边停留五个深吸深吐 四 三 二 好我们最后一个呼吸 轻轻推起身 我们结束今天的练习 那希望大家今天的练习之后就是都可以有个好的睡眠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